大家我是邱子 今天来县城 然后准备去医院看一下周医生 因为明天就要出远门了 要去四五天左右 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天 没有见到我们家周医生了 作为一个妻子 我觉得我是不合格的 既不能照顾她的生活 我起居也不能帮她分担很多那种生活的困扰 但是没办法 为了生活 我必须努力的去奋斗 去拼搏 今天就去医院去看一下她 探一下班 也顺便查一下杠 因为他们可是有很多漂亮的护士妹妹 周医生今天晚上上夜班 也不知道她现在忙不忙 有没有按时吃饭 然后给她买了一点巧克力吧 因为她平时经常做手术 没有时间按时吃饭 所以买点巧克力 给她放在抽屉里面准备着 好安静啊 阿博哥 吃饭了吗 你买点巧克力 这个是没给的吗 巧克力 这个是很黄的 嗯 你两个手抖我紧着干着 红薯干 因为我明天就要做客了 嗯 你会想我吗 你会想我吗 没会啊 没鬼啊 没鬼 没会想我吗 哈哈 哈哈 好无奈的笑了 你怎么哭了呢 这次回来没出客了 在家里面给你洗一桌饭 好吗 我女人吃饭 忙没忙 累没累 这位置好想哭了 那你忙我先飞个来 要隔几天 隔四五天 不像这样 嗯好 你要注意休息啊 我太累了啊 拜拜 本来呢想跟周医生 多聊一下的 但是他马上要去做一台手术 我就先回家了 我们两个 太不容易了 巨多里少 没办法 但外科医生就是这样的 夫妻两个人都要互相理解才行啊 希望我忙过这段时间 能够静下来 给灰烧 你没问题 你应该能够静下来 祝你 对 나오� 感谢观看